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虚构 杜撰 发明 以至于无中生有等等含义 这些含义对于资资于史诗之争引证 史料之考教辩额 史诗之求真还原的史家或历史学者而言 不施是一种侮辱 然而深究历史之作为一种叙述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经由种种媒介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录 都有其受限于某种权势基础 比方说文化的 政治的 宗教的 乃至于意识形态的种种限制 而所谓保存历史记录什么的 也就是一种重塑的工作 从重塑的观点来深论 小说家 尤其是历史小说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尽管多为史家或历史学者 绩效为弹注而已 但是也往往别具深意 甚至别具观点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卡莱尔 在批评Walter Scott 他的历史小说的时候 曾经这样说 说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记录 国家档案 纸上论战 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 都是充满了活生生的人物 他们不是抽象的 也不是公式和法则 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 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 心里头有沸腾的热情 也具备了人类的面貌 活力和语言等等特征 Walter Scott 在1814年发表的 Weaverly novels 我们翻成微佛里小说集 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 作者常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 放在一起一落两个时代之间 避陷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 并且使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 和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 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Little Big Man Dustin Hoffman所主演的小巨人 以及Forrest Gump 也就是Tom Hanks所主演的阿甘正传 都具备这样的特色 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绎最早的本子 可信为明代洪志年间贾银年刊本的话 1494年那一年 是比Weaverly novels早出版了320年 罗冠中就已经基于 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 在展开他书写演绎的工作了 为什么要说无奈呢 在贾银本书前 有庸与子所写的序 庸是平庸的庸 鱼是愚蠢的鱼 庸与子 庸与子的序翻成了白话文 是这么说的 说那些老辈的 常常拿野史作为平话 让街头的那些老瞎子们 到处演说故事 在村子里 在镇上 在街头 说这些故事赚点闲钱 可是这些故事的言辞比谬 老实说 那些个氏大夫读书人 都不喜欢 可是 如果说起来 罗冠中他所做的事 他是拿平阳陈寿所写的三国志 考诸国史 留心损意 而且给了一标题 就叫三国志通俗演绎 他的文词呢 并不怎么深奥 而他的语言 也不怎么比俗 计时 接近历史 希望能够让那些听故事的人 都知道究竟在三国时代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这也就是诗经里面 所强调的理相歌谣 这种意义 这种价值 庸与子的这段话里头 所谓的弑君子 所指的 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 拥有权力的文人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之所以厌恶 言辞比谬 失之于也的 那些个野史平化 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的尊重 也可以解释为对于知识权力 这个相互卫捕的体系 它的一种捍卫 世君子 识君子 决然不能忍受的 正是历史被非世人阶级的 笔俗大众 妄加虚构 杜撰发明 乃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冠中呢 他那被称为文不甚深 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 也正是处在 一个世君子阶级 和比俗大众阶级之间 夹缝里的产物 那么用语子 用诗教来称赞罗冠中 他这部三国志通俗演绎 也就犹如卡莱尔 所称许于Walter Scott Walter Scott 一生完成了27部历史小说 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 《劫后英雄传》 Ivan Hall 在1821年 他获得了英国国王 授予的爵士封号 并且当选为 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主席 而且直接影响了 后世英国作家 William Thackeray 但是在Walter Scott死后 整整134年 当代中国最重要的 历史小说家高扬 却在他的第一个 长篇历史小说 《李娃》的序言之中 重新品尝了一次 和罗冠中类似的夹缝滋味 这篇序言的标题 叫做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 高扬是这么写的 他说 胡适之先生的 拿证据来 这句话 支配了我的下意识 以至于变得 如果没有事实的基础 在面前想象的脚步 便跨不开去 非但如此 高扬甚至以 极其谦卑的口吻说 对于历史的研究 我只是一个 未亏门禁的羊毛 即使 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 提到了明太祖 第八个儿子 谭王 据说是陈有亮的亲生儿子 这谭王呢 因为胡为雍谋反而牵连在内 夫妻焚弓自杀 因此 有感而发 高扬仕途把这材料 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他如此写道 说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 终于造成伦常巨变 而且反映了明朝 甚至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太祖 因为胡为雍造反 迁怒而侵夺了项权 这是一部大小说的题材 但是 一定会被历史学者 严厉指持 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 可以支持我的假设 这就是我 也就是高扬 这就是我 所以不敢尝试 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但是 高扬紧接着写道 然而 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 他自信满满地 开始写李娃 而且 从李娃以后 高扬再也不曾 在那六十部长短篇小说里头 因为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赤 而写过任何一篇 像这篇序文一样 词意谦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 究竟是高扬 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 心无挂碍了呢 还是他始终一本 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呢 高扬 本人从来没有说明白 他自己 甚至还不止一次地 在考证比战之中 严厉指赤过其他的学者 比方说像周汝昌等等 指赤他们罔顾史料 或者不明典故 这样的转变 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扬 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 用固执而自重 却也可能 是由于高扬 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里边 深刻玩味出 重塑历史的雄变技术 以及特质 换言之 他可以用历史小说 所塑造出来的一种语感 来凌驾历史 熟悉高扬历史小说的读者 大抵知道 高扬的作品 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细节 而以较多的笔墨 铺成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迹 以及渊通薄小的对话 参测于其间的 则大多是某景 某物 某陈设 某名气 或者是某诗词文章等等 它的来历 它的点源 绝大多数 以连载于报端的形式 首度发表的作品 既然是在一边登 一边写的情况之下完成的 读者呢 也经常会感觉到 这高扬又在跑野马了 所谓的跑野马 往往就是让小说里的人物 顾左右而言它 本来还在一个情节主线上 或者说本来读者 还在关心某一个主题 可是忽然之间 插入去了 所说的呢 可以是和故事主要情节有关的 可以引起联想的前朝试点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在曹雪芹别传里边 有个走标的江湖人物 冯大瑞 说起曹邦造反的原因 接着就说了 秦二爷 这秦二爷指的就是曹雪芹啊 秦二爷 你们想想 有多少人反他 这个他指的就是雍正皇帝 连他自己的亲弟兄都不值 据说连他亲生的儿子都反 那就更不用说外人了 这触动了曹雪芹 陈锋已久的记忆 高扬接着写 这一触动之下 曹逢二人的对话 加上曹本人的转念回忆 就岔入了雍正废皇兄皇子的种种旧文之中 以连载的形式来说 大概可以连载个三天 也就是将近三千字 有些时候 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 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全无关系 我们再举个例子 像是胡雪岩故事里头最后一本 灯火楼台第一集里 说到了胡雪岩和罗四姐 也就是罗师太太 一席饭局的情节 说是 做主人的当然要捡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自然而然谈到了顾秀 照顾的顾 刺秀的秀 中国的刺秀分三派 湖南相秀 苏州苏秀之外 上海独称顾秀 其中远远流长 很有一段掌顾 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 大家都晓得的 顾秀是从陆湘元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 点点点点 我们下边就删结了 一个顾秀的话题 自然而然 也就是苏东坡著名的雄辩之词 说这想当然而嘛 想当然而如何呢 你只要提到顾秀 那的话也一定要扯下去 扯到明朝嘉靖年间 顾名如顾名氏 这一组里边姬切成群 大家都贤熟于真旨 这基本上是次要再次要的 情节 根本可以不存在的 但是读者在追随羔羊的野马之后 跑进了顾名氏的陆湘元 同时原先这一章的主要情节 已经不见了 原本写的是 胡雪岩在这一年 也就是光绪七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 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 使她有一种难以自解的欠疚之感 不过在表面上那是看不出来的 胡家的过年光景 依然是花团锦簇 繁华热闹 其中最忙的 要数刚才提到的罗氏太太 也就是前面尹的那一段 可是那一段嘎然而止 作者掉头去叙述同志年间 从胡雪岩和罗氏太太一开始认识到地节 在庆家直到灯火楼台第一集 整个写完了 也就是距离先前提到的那句话 胡雪岩 哎呀 这一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 距离这句话 足足有三个章回 印刷成书的内容 大概有一百九十个page 但是读者仍然没有完全掌握 为什么胡雪岩的心境不如往年 高杨跑野马走岔路 故左右而言他 千丝攀腾卷入枝蔓一般 所谓的次要 甚至是次次要的情节 很可以被一些讲究事件结构的评者 严厉止斥 说这是太无杂的一种表现 可是这样的斥责 荣获也只是 讲究事件结构美学规律 取辟于骨肉匀称的 胶筑骨色 苛舟求见而已 对于高杨而已 历史小说 似乎总有其成为 卷制好凡 长篇巨制的必要 他在评论另外一个作家 金赵 黄金的金 征赵的赵 金赵有一个中篇小说 叫《大将军》 所以高杨写了一篇 《我看大将军》 收录在高杨杂文里边 称赏之余 仍然不免于有一些质疑 他说 大将军十足是长篇的题材 而金赵把它写成一个中篇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也许这是工业社会 凡事求精简使然 这样的疑惑 反而可以回头来看高杨自己 浩浩如江河 和霞泥沙而俱下 这诸多的巨构 却不禁令人要仔细地想想 那些泥沙 那些枝脉 果真是不必要的吗 或者 高杨原本试图 借由小说这种 文不甚深 言不甚俗的体制 来完成某种 足以包罗 历代习俗 名物 事态 民风 正情 地理 以及词章等等 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 累积乃至于堆砌 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 确实对于一个 可能会被历史学者 严厉止斥的小说家 是有利的 高杨重塑历史的 雄辩技术与特质 就在这儿 它不只是运用 全职观点的叙述者 随时插序 各式各样 实在是细微末节的 典故细节 也化身成书中的 每一个可能的角色 赋予其博览群集 周强世事的能力 像有一篇小说 小白菜 也就是杨乃吾鱼 小白菜那故事 小白菜里的帝王师 叫翁同和 那当然可以随口征引 乾隆时代 孝贤贵妃附凶 因为贪腐 而遭到斩杀的故事 至于状元娘子里的 烟台铭记 李矮如 不明白 有得则称 无得则否的出处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也不防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 听红军为他讲过史迹 所以也就了解了 上述八个字 所谓有得则称 无得则否 这八个字 是出自于刘邦 当时郑朝仪的典故 当高阳小说里的人物 也像是孙悟空身上 拔下来的毫毛 而成为作者 或者是叙述者的 化身的时候 典故知识 能够挥洒罗智的空间 也就相对的增加了许多 如此一来 高阳本人的角色 无论那是高阳本人 或者是他所寄托的 那个叙述者 就免于炫学之际了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如此也缔造了一种 叠床架屋层地转的 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 高阳尽可能 让他小说里的人物 无论是什么 曹邦的镖头了 大官的姨太太 帝王的老师了 甚至是妓女了 种种的角色 都过来分担高阳 作为作者的 那个庞大的 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 其中 似乎不无向 弑君子阶级者流 来示威的底细 想当年 庸与子在 三国志通俗演绎的 序里面所说的 盖玉读诵者 人人得而知之 也就是说 希望每一个读者 每一个听众 听了读了 就能够了解了 这个命意 到了高阳笔下 显然又推进到什么呢 推进到 盖玉小说中人 皆得而知之 换言之 高阳 借助于 小说里的 猪斑角色 辗转的 侠泥沙 跑野马 走岔路 卷之脉 来缔造的 复杂叙述结构 尤其应该 被视为 高阳作品 对于 现代小说的 一个重要贡献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它写的是 历史小说 所以它是个保守 古板 或者是封闭的 叙述者 然而 让我觉得 非常讽刺的是 过去数十年来 甚至我们可以 这么说 从高阳 开始写小说以来 一直到高阳 死后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 批评家 从现代小说的 技法上 认真理解 高阳 对这个时代 所做的贡献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 我们必须先指出的是 打从Henry James 以来 论小说之叙事 观点者 常常 是用区别观点 来作为 探索小说 意义的起点 面对许多 长篇的小说 这些长篇的小说 由于篇幅 巨大的缘故 经常采取 较多不同的观点 于是 我们称这种叙事手段 就叫 全知观点 认为 持此一立场的叙述者 可以随心所欲的 明了故事里的一切 并且随意从某些人物的 外在感官世界 进入其内心活动 还可以随意 移跳到另外一个人物 或时空 而作者 也拥有在任何时空中 现身 评断 故事意义 或者是 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这是一个简陋的探索起点 但是 无助于读者 对于长篇小说的细致考察 不过 高阳的历史小说 复杂的叙述结构 却为读者建立起一个新的探索起点 怎么说呢 小说大学 为各位带来的话题 高阳和历史小说 前面说到了 高阳的历史小说 复杂的叙述结构 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 探索什么呢 全职观点到底是不是随意进出 游移于角色之间的一个叙述活动 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 为否 那它的原因又何在 我先说个闲话 我曾经在高阳生前 多方向他请议 其中有一回 我就问说 您的小说里头 好像那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 这是什么道理 这话呢 有点质疑的意思 高阳回答的老大不高兴 他说谈事情嘛 不在饭桌上谈 去哪里谈 你别说古人了 今天人要谈个什么事情 不是也要喝杯咖啡吗 这一段谈话 看起来不是文学批评方面的谈话 但是呢 我却认为可以视作 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 熟读高阳作品的读者 不难发现 高阳小说里的人物 大多见谈 而这个谈子 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 纵影浅着 所引发的对话 或者是 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 或者是叙述者 概略而不详尽的 用一种panoramic method 就是广角的方式 加以叙述式的说明 也就是 不细尘故事或者是情节的景象 也不大量地进入人物的心里 就像是从前在电影院里面 发放的小单子 上面有电影本事 交代资料性的背景 种种谈 它的交互串联 牵引替换 目的不外是唤起一种叙述历史的氛围 并且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 甚至情节之上 浓重地铺设这个论述的氛围 在高阳的几十部历史小说里 这种以谈为核心 以术史之论述 分为为要领的表现形式 可以说不声美举 我们现在举它最后一部 似乎还没来得及写完 就已经废笔的长篇 作为例子 这篇小说的名字叫苏州格格 有一段的内容背景 是叙述一个汉林出身 那当然是读书人了 汉林出身的王鼎 以及一个奇人子弟 叫宝星 宝贝的宝 复星的星 这两个人奉皇帝的命令 到江宁 也就是南京 去都办盐墓 当时住节江宁的两江总督 大学问家陶树 陶渊明的陶 树是树木的树 但是它不是木子边 是三点水 陶树 原本是比王鼎 晚三科的后辈 而宝星这个满洲汉林 其实肚子里没什么学问 曾经被咸丰皇帝下诏书 斥责说他是不学之人 所以 这宝星跟做学问的陶树 当然谈不到一起 所以怎么办呢 等陶树 换了便衣 茶话叙旧 宝星是知趣的 略略周旋了一会儿 托词说 哎呀我要回去吃药了 告辞了 离座了 这就到了 王鼎和陶树 这两个人 得以彼此倾诉中取的时候 说是闲聊话就 不是吗 其实说的就是 这故事里头 背景的资料 首先提到的就是 死在旅途之中的 蒋优先 忧是忧忧我心的忧 去掉下边那个心 仙呢 是金字边一个舌头的舌 这个字念仙 说是蒋优先 陶树满怀赶上的说 蒋优先之死 最难过的是我 为什么呢 当初我原本建议 既然黄玉玲 已经发落到 发配的地方去了 干脆就地正法 可是蒋优先却说 那样一来 黄玉玲的部下 心生怨恨 也许会出事 害得你惹了麻烦呢 不如我单衔奏请触脚 也就是触以脚刑 你呢 奉旨办事 谁也怨不着你 这话是蒋优先说的 完全是为了保护我 可是没想到 他却遭受到严厉的谴责 落得一个 刻死于旅途的下场 老师啊 你想 我问心 何能自安 这是陶树的话 接着王鼎叹了口气 说也难怪蒋优先了 而今五位大学士 曹向国呢 是酒馆公部 户部刑部也有人管 蒋优先要是回到内阁以后 即使不管吏部也该管兵部 哪知道将级去补兵部的侍郎 哎 你想想 二十多年出将入相 到了晚年 名位反而一落千丈 再旷达的人也难以为怀 那就无怪乎一遇以重了 好了 以上就是高阳说这 陶树和王鼎聊天的内容 说的就是官场上的人事 可是在前面所引的第一段文字里边 那个宝兴呢 因为无可谈之姿啊 根本跟人说不上话 只好略是周旋 而后离坐 作者甚至高明的以托词来服药 吃药 提供了一个细节性的 向煞有介事的理由 撤下了这个不能谈的角色 但是宝兴这个不学无事的角色 却在接下来的午饭之中 发挥了牵引的作用 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硬是去追问地方官金县令 在处理言误上刚测的来历 让对方是瞠目不知所对 随即就引出了这边提到的网顶 另外一位博学多文的随缘 叫方元外 让方元外侃侃而谈 向读者隶属了明清两朝 到底政府是如何卖言 如何兴严实 制度源流等等 也就是说 一个不能谈的角色 要让他耍个宝 出个疲漏 以便牵引出 让能谈的人来谈 可是在我先前引的第二段 第三段文字里头 留下来聊大天的桃树网顶 所谓的促膝清谈 谈的也不关于什么扮演误 谈的讲优先 事实上是在苏州格格这本书 前一节里边 插序那走私言的黄玉玲情节里边 的一个小枝节 所以到这来是补谈前面的故事 不外有两层用意 一来连载小说的发表 每天大概就是千把字 你任意插入一则 掌顾从谈里边 弄个好几天不回来 作者为了随时让读者 不要忘记 或者是能够回想起 先前发生的事 就不得不充分运用回头补序的 这叫托底的方法 为读者串联原先的主情节 做一个收述 另外一方面 则是进一步利用这谈 包括桃树的追溯 复述自己和蒋优先的对话 来交代一段不必浪费在景象 情节铺陈上的枝节 其实蒋优先这个点缀性的角色 作用极大 倘若谈的话题 不是首先提到他死于旅途 网顶也就勾勒不出 蒋优先的死的关键之一是 皇上最近的心情坏透了 从而也就无法设下了 皇帝年过五十 国本犹虚 连生下两三个皇子 却双双夭折 这一条浮线 而这条浮线 势必在将近一万字的叙述之后 才会引出咸丰皇帝的诞生 除了运用对话 以及对话里边的对话 回忆中的对话 或者是捏造的对话 这种叙述着广角式的资料说明 高阳还不择地皆可出的 让许多角色展现其超凡的细腻心计 和曲折的诚服 在苏州格格里边 有这么一段精彩的例子 足以说明内心独白 也作为一种谈话的设计 谈话的人 也就是在心里头独白的人 是公于心计的大臣曹振雍 高阳是这么写的 曹振雍心想 先提门声 再问他林则徐调江苏巡抚的意见 这等于是在问他说 你这个老师愿不愿意保门声 这是要负责任的 回答不能不慎 不过他很快地想到 林则徐正蒙胜卷 如果不赞成他出掌江苏 皇帝一定要继续追问原因 却很难回答 将来如何不可知 可是眼前便先有 奏对不能称职的过失 这样一想 逐一顿改 由迟疑而改为利保 以上所述不过一两百字 高阳处理积心深刻的政客 是素负另欲 他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 也极其小心 迥异于一般擅长 以同样的手法 表现某种浪漫叙述的作品 在《凤伟香罗》和《最蓬莱》 这两本书里边 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 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 一位作家如何构思 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 在《凤伟香罗》里 形容的是李商银 在《最蓬莱》里 形容的是洪生 也就是说 利用内心的独白 高阳的企图是 重返数百年前 那些个作家 如何创作他们的作品 无论是创作动机 构思技巧 修改的窍门 浅词用语的斟酌 都可以透过内心独白 来再现 这也是高阳利用作品 直指古代文人 创作的心理 无论对白对话 或者是作者叙述者的叙述 由谈这个字 辐射而成的 述史的论述氛围里边 大量的典故知事史的 高阳的历史小说 充满了非动作性 反情节性 差不多没什么景象描写的 一个雄辩整体 它似乎和中国张回小说 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 罗冠中 恰恰走着相反的路子 小说大学 高阳和历史小说 先前提到 高阳似乎和中国的张回小说 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 罗冠中 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这话怎么说呢 罗冠中似乎有意识的 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 庸俗大众 所应该拥有的历史资料 改写成 足以吸引小老百姓的演绎 它所使用的浅静文言文 至少让说书人 不觉得枯涩失味 以至于为了成功 刻画出历史舞台上 鲜活的人物 而不惜大量 篡改了正史的文本 比方说吧 把斩杀画雄的这笔账 从孙权的爸爸孙坚那儿 偷过来 栽在关羽的名下 所以成就了关羽 温酒斩画雄的戏剧性高潮 这种努力 可以称之为演艺家 以驱说改正史 但是却释出 并且颠覆了历史论述 很微妙 到后来 我们都以为画雄 还真的就是关羽斩的 然而高杨不是这样的演艺家 与其说 高杨的小说 是从正史里边 衍生出来 文不甚深 言不甚俗 依据着正史 而生成 复利于正史之下的小说 无宁以为 反而是透过 一种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 搜罗各种 也许根本不是在正史之内的典故知识 来重新建筑一套 可以和正史的经典地位 等量奇观的历史论述 这也就是高杨 不但辞费的 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 而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里边 借人物的谈 谈话的谈 反复伸言 他在李毅山的诗里边 在董小婉的《绅士和生死之谜》里边 在曹雪芹家族的密心之中 甚至在那些阴阳五行 深刻理论的课题上 那种独到的发明 构建了完整的新的历史 中高杨一生可能无缘绅士 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 或者是符号学原理 然而高杨基三十余年 上千万字的创作 却不其然暗合于 罗兰巴特的某些理论 1977年 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 文学符号学讲座的 就职演说里边 曾经说下这么一段 简短而发人身形的话 他说 说话 或者更严格的说话语 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 是去交流的 话语 说话 是让人屈服的 全部的语言结构 是一种支配的力量 罗兰巴特哲学性的关切 在于把语言 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和实践 他认为语言 质大无外 是一种诠释 甚至奴役的 有机运作 这一运作呢 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 判断的权威性 以及重复的群体性 换言之 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 是由于沟通的双方 已经 沉浮于语言和意义的契约关系 有一方 就是要主宰另一方 对于 无视于巴特的 高扬来说 他那一步又一步 以谈 谈话或者是话语 为核心的小说 其实 另有其和权力的 一维辩证的关系 千百个犹如前述 所谓的孙悟空的毫毛一样 被高扬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 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 正典化力量 去取代正史的地位 高扬曾经自封为野汉林 为什么野呢 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学位 没有正式的学历 自封野汉林三个字 那真是一番豪语啊 这个豪语 充分地显示 高扬没有能够受封为 真正的汉林 这样的感慨 在高扬的彭背之间 不乏人常常听他提及 说曾几何时啊 我曾经应某校某教授的邀请 到他的什么系 什么研究所去演讲 很高兴很得意 所谓的 但愿有一天 我有足够的学养 能够在中文系 开这样一门课程 这是他亲口说的话 那不只是期许之词 也深含反讽之意 这个和高扬过世之前 数年时时愤慨地说 只恨当今学术界 无人堪当大任 把这话对应在一起 总成为一声叹息 他最喜欢讲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拱定安的故事 拱定安本来是江南才子 而且在江南乡市的时候 是戒远 也就是举人礼的第一名 一出来考场 大家都说 你明年一定连结成进士 甚至是状元 所谓的连结 前一年考上了几人 第二年礼部的会试 甚至宫中的殿试 皇帝亲自考的 这一场考试 也都能考上 那就是所谓的连结 能够连结 表示这人才气学问都足够了 这样的称许相当难得 但是 心高气傲的拱定安却怎么说呢 他说 但看他大清朝国运如何 意思就是说 如果能够让他考上进士 不是他的本事 而是大清朝的运气好 这是多么大的口气 但是拱定安并没有成为状元 就因为他那笔字写得太烂了 书法极差 可是拱定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训练家里头的丫鬟 小妾 所有的女眷 每个人都必须规定 他们写书法 而且人人写的一首好小凯 后来 京中很多侍大夫 在跟他往来的时候 到他家去做客 他就叫某某小妾出来 来来来 写一篇文章 给这某某个人看看 你的书法好 你看看就跟我的小妾差不多 高阳对于人世之嘲笑开叹 多多少少也跟拱定安相当的相似 另一方面 高阳平常生活里头 经常拖延赞赏清高宗乾隆 说这个皇帝 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 真好皇帝 这种自尊和自伤 难道不是寄予了高阳自己的感慨吗 高阳在1966年出版了《李娃》之后 同时出版了《风尘三峡》 两年之后出版了《荆轲》 耳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蚁 纯旧动作性情节 或者是情感式描写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 从1969年出版的《大将曹冰》开始 他庞佩的《野汉林》自诩 促使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 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 取得正典地位的能力 他的小说人物也大多数在正史里头 斑斑可考 而这些小说人物 在作者大量广角方法的简盖棕述之下 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 这些个孙悟空身上毫毛一般的说话者 在对话之中又制造更多的对话 所谓谈之又谈 论之又论 引述之又引述 营造了一种历史 无论当今的士君子 历史学家历史学者称许与否 高阳利用小说来建构历史 创造历史的企图 已经完成了 洪建权教育文化基金会 势力于人文关怀 将经典永续传承 锁定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张大春泡新闻之 洪建权基金会宁龙讲堂 与您一起在探索文学中 获得生活灵感 发现生命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